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朗读者 越泽 美国建国后建立了一套新的国家制度 而这套制度是英国制度的再造 光荣革命后英国实行议会统治 美国独立后三权分立 国会立法 政府行政 法院司法 在这套制度中既可以看到英国的影子 又可以看到美国自己的创造 英国议会制度对美国创造它自己的制度有很深影响 而所谓三权分立又是从哪里来的 大家会说从法国的孟德斯鳩那里 受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 这当然不错 但另外还有一个人的影响 可能比孟德斯鳩更根深蒂固 那就是英国的约翰洛克 最早提出三权分立的不是孟德斯鳩 而是洛克 只不过二人的三权分立有一点不同 在洛克那里 三权是立法权 行政权 联盟权 孟德斯鳩则认为是立法权 行政权和司法权 洛克比孟德斯鳩早得多 孟德斯鳩是因受到洛克的影响 而提出他的理论的 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 比如英国地方自治的传统 对美国影响很大 美国建国后一直到现在 地方自治的传统始终很强 而法国一直到现在 中央集权的传统都很强 尽管法国大革命宣称 要大破专制权利 人民有自主的权利 但是是不是说 美国在建国过程中 没有自己的创造 当然不是 美国的创造是什么 首先它创造了共和制 美国是近代世界第一个共和国 这显然是美国的创造 其次 美国实行三权分立 在当时的世界上 其他国家都不想 也不愿实行三权分立 而美国实行了 不过 直到现在 实行三权分立的 仍然只有美国 其他国家都不是那样 美国从建国一始 就让三种权利相互约束 彼此制衡 但同时又形成一个高度集中的中央权力 因此就出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美国既分权又集权 表现为 每一个层次上的地方政府都是自制的 各层次之间并没有上下级关系 并且各级管理机构都实行三权分立 可是分权的同时又有集权 它有强大的中央政府 联邦法律是最高法律 联邦法院是最高法院 我们往往只记住 美国是个高度分权的国家 却忘记 美国也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 它的总统有很大的权力 而英国国王却什么权力都没有 美国在建国时就有过争论 要不要一个集中的权力 要不要一个中央政府 经过激烈辩论 最终的结论是 要 否则不能建成一个统一的国家 而会建立出许多国家 就像后来在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独立后出现的情况那样 国家需要有集中的权力 这就是结论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美国既有集权又有分权 既高度集权又高度分权 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 很难把两方面平衡起来 比如在中国 我们经常说 一捅就死 一放就乱 情况的确如此 捅起来就束手束脚 放下去就一片混乱 美国能做到既统又分 的确很不容易 依靠什么才能做到这一点 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法制 法的最高权威是关键 而这又是英国传统 现在中国缺少的正是法制 法的最高权威还没有形成 大到选举 小到牛奶里添加三聚清安 没有法的权威 什么也做不好 所以 法制建设是最重要的 独立后大约一百年时间 美国基本上处于建国时期 这一百年中有两件事值得特别注意 第一是西进运动 数十万上百万欧洲移民涌进美国 真所谓浩浩荡荡 这时 美国已经不是早期移民进入时 那样荒野一片了 它现在是一个初步繁荣的国家 这样就吸引了更多的移民到美国来 追求自己的梦想 在这个过程中 宗教的因素越来越淡薄 物质的追求越来越强烈 土地啊 幸福啊 财富啊 虔诚啊 就是这些东西 移民的成分也发生变化 最早的移民是英国人 后来有许多爱尔兰人 因为爱尔兰很穷 再接着是德国人 到十九世纪中叶 大批德国人涌进美国 因为那个时候 德国很穷 国家也没有统一 再往后就是东欧南欧人了 原因同样是穷 以后 欧洲以外的人也去移民了 包括中东人 南美人 亚洲人 中国人 日本人 印度人 全都跑到美国去 原因仍然是那些地方穷 可是百万千万的人进入美国 就把独立时的美国变成了现在的美国 它的将界扩大了十倍 人口增加一百倍 因此 西进运动的一个后果是一个巨大的美国出现了 没有西进运动也就不会有今天这个美国 西进运动还造成一个后果 那是个精神的后果 无数移民为了寻求幸福 寻找自己的生活而来到美国 他们怀抱一个梦想 相信在美国这片土地上 只要自己肯努力付出劳动 就一定能够寻找到幸福 创造自己的生活 这种信念在早期殖民者那里就已经萌生 在西进运动中开花结果 关于贫苦移民来到美国 拿到土地 开辟家园 找到了自己的居所 创造了自己的幸福生活 这种故事不断上演 幸福的故事就是这样传播的 于是一个无形的后果出现了 那就是美国梦 也是所谓的美国精神 美国精神既有那种通过自己勤劳奋斗 而创造美好生活的信念 也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 提倡自强自立 一直到今天 我们还能看到这种精神的存在 所以西进运动很重要 它塑造了美国的民族精神 第二件事是南北战争 发生在1861年到1865年之间 南北战争的直接原因是蓄奴问题 要不要维持奴隶制 双方为这个问题而开战 其实除了这根导火线 南北战争还有更深刻的原则问题 其中一个问题是 美国的国家构造应该是怎样的 是不可分割 还是愿意来就来 愿意走就走 来去自由 随时可以脱离这个国家 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很大的原则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美国走什么路 农业经济的路 还是工业经济的路 请特别注意 在这两个问题上 都出现了非常有趣的现象 北方要统一 南方要分裂 北方代表工业 南方代表农业 在这两个问题上 北方和南方都有原则性分歧 结果北方胜了 南方败了 北方的胜利意味着统一保住了 如果南方胜利 美国早就分裂了 而且分裂出去的不仅仅是南方 还会有其他地区 例如德克萨斯或者新墨西哥 今天地图上的这个美国 就不会存在了 北方的胜利 使美国这个国家不可分割 这是原则 不过很有意思 美国人相信他自己是不可分割的 别人却是可以分割的 所以到处对别人说 应该让人家独立 独立是人权 但在南方要求独立的时候 他却派军队去镇压了 这里就没有人权了 非常奇怪 南北战争还有一个后果 北方的胜利意味着工业的胜利 南北战争结束后大约40年时间中 美国的经济是高速发展的 发展的速度比德国快得多 结果到19世纪末 美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 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占整个世界的36% 美国在那个时候已经是经济大国了 这是南北战争的结果 美国工业化有一些重要的特点 和德国一样 它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发源地和推动力 美国工业化以钢铁石油 化工电器这些新兴产业为基础 这就和英法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有很大不同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四大支柱产业 是纺织、煤炭、冶铁、造船 现在不同了 动力方面是电器 电成了主要动力源 这是工业化的一个新台阶 电的能量更大 使用更方便 可以做更多的工作 经济价值也高得多 在材料方面 钢取代铁成为主要的材料 第一次工业革命中 英国也有炼钢 但钢比较少 铁更重要 在那个时代 生产不了那么多的钢 等到美国和德国的技术 能够大量生产钢的时候 钢的优越性就显现出来 比如 一条河上造一座桥 有了钢 几乎是轻而易举的 要比用石头造桥容易得多 在长江上造一座石头桥 完全不可想象 因为水很深 但是 有了钢 就可以造很多桥 四十座 或者五十座 现在也不知道 有多少座了 钢的韧度大 强度也大 可以把桥基 打在江底的岩石上 接下来 我们如果把一座钢桥 直立起来 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 缺乏想象力 那就是一座摩天大楼 因此 摩天大楼也出来了 摩天大楼早就出现在美国 现在全世界到处都造这种丑陋的东西 但这是技术 其他材料造不出摩天大楼 钢可以 钢还带动了铁路的发展 于是 铁路成了拉动美国经济的龙头产业 有了铁路 就能够轻而易举的 从东海岸跨到西海岸 中部大粮仓 变成了世界大粮仓 而东部和西部 也结合成同一个经济体 后来 西部发现金矿 大量人到西部淘金 这也得益于铁路的修建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 新的能源出现了 煤老板退位了 石油大亨登上宝座 像洛克菲勒这样的人成为经济大王 主宰美国经济 石油又催生了另一些东西 如汽车 内燃机等 汽车走进平常人家 大众消费社会开始形成 但最早的汽车 不是在美国出现的 而是在欧洲出现的 当时只给贵族使用 因为贵极了 一般人买不起 到福特手里之后 他说要让每个美国家庭 都有一部车 他后来做到了 当然 他不是为普通的美国人造福 而是为他自己造福 创造财富 今天 全世界到处都堆满汽车 连路都没法走 车老板挣了大钱 这就叫大众消费 一旦社会成为大众消费的 资本主义就会如脱缰的野马一般 崩狂奔跑 不知奔向何方 也许会奔向悬崖峭壁 帅的本身碎骨 这个问题 我们以后再谈 敬亚斯听 悦尔系列光盘之 人生上半场 如果将生命的长度定为七十年上下 三十岁前 无疑属于人生的上半场 上半场的人生态度 决定了下半场的人生走向 青春到底有多少种可能 我们应该怎样活 听人生上半场 给你答案 敬亚斯听 让智慧也动听 西方那一块土 十四 美国的崛起 四 作者 钱成淡 朗读者 岳泽 到十九世纪末 二十世纪初 美国成了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也是第一大工业国 此外 他还是世界商业中心 金融中心 成了金元帝国 美元重要起来 正准备取代英镑 纽约也准备取代伦敦了 这是经济力量变化的结果 最终 美元果真取代英镑 纽约也果真顶替了伦敦 英帝国衰落了 美国崛起了 在这个过程中 除了技术变化 经济结构变化 金元帝国出现等因素之外 还有两个问题需要交代 第一 是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 这个问题 我们在介绍英国工业革命的时候也说过 当时我说 工业革命不仅是机器 蒸汽机的出现 而且意味着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 意味着工厂制的出现 美国工业化过程中 也同样出现了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 那就是垄断企业 是托拉斯和卡特尔 前者是纵向垄断 后者是横向垄断 纵向垄断 只一个产业部门中 每一个生产环节 都落入同一个大财团或公司之手 比如 炼钢需要有矿石开采 需要把原料运送到炼钢厂 钢炼好后 需要成型加工 然后需要销售外运 制成半成品或成品 所谓的成品可能不是钢定 而是铁轨钢梁 甚至是机床部件 一个巨大的财团 把从采矿开始 一直到半成品成品的生产 全都放在集团旗下 它有矿山 有运输铁路 有炼钢厂和炸钢厂 有机械加工 有锻造工厂 甚至有运输码头 所有的生产环节 全都集中在一个财团手里了 这就是纵向垄断 在钢铁行业里 卡内基是典型 横向垄断 只同一个行业的各经营公司 组成一个利益共同体 不一定要在产权和机构上 实行合并 但形成市场的共同垄断 比如垄断石油 垄断石油市场的生产和销售 决定购尽售出价格 这种垄断也是不得了的 洛克菲勒就实行这种横向的垄断 他控制着这个国家的石油市场 从中谋取暴力 第二 是生产过程发生的变化 管理科学出现 这里涉及伦理问题 什么是管理 管理就是经济活动的理性化 科学化 用科学的方法对生产和销售过程进行调控 使之符合利益最大化原则 这就是管理科学 管理科学最早出现在美国 代表人物是泰勒 他创造了一种泰勒制 由此而提高了生产效率 我们打个比方来做些解释 比如生产螺丝钉 把钢棒放在车床上车螺纹 然后放进成品堆 我们发现一个简单的现象 有的工人做得快 有的工人做得慢 老板当然希望每一个工人都能够和动作最快的人一样麻力快速 这样就能以最低的成本创造最高的利润 因此老板就让所有的工人都向那个动作最快的人看齐 以他为榜样 但是怎样让其他工人向他学习呢 采用一种科学的办法 让动作最快的工人掩饰他的操作程序 或者叫手法 老板派人拍照盯着他看 然后进行研究 找出他的手法运动的路线 而分析其他人的动作为什么比较慢 如果说一个动作需要0.3秒 另一个动作需要0.31秒 那么0.3秒就是标准动作 如果盖进一下做成0.29秒 这动作就应该推广了 让他标准化 所有的人都得跟着学 这样所有的工人 包括最笨的工人都能变成最好的工人 这就叫科学管理 这样一种办法就如同今天训练运动员 比如游泳运动员 有一个叫菲尔普斯的人 他的每一次比赛都被拍摄下来进行分解 变成慢镜头 教练和运动员盯着这些镜头看 竭力模仿寻找诀窍 运动员就是这样被培养出来的 训练工人和训练运动员是一样的 这就叫管理科学 静雅思听 智慧声音 但是怎样强迫每一个工人都接受规范动作呢 用的是工资调节手段 不采取日工资或小时工资的办法 而使用寄件工资 做得越多拿钱越多 不过工资额是以动作最快的工人为标准的 因此没有几个人能够超出这个定额 超不出定额就拿不到奖金 也就拿不到高额工资 而这就是管理科学或科学管理 学管理的同学们 你们正在学或将要学的就是这些 从经济效益 经济理性主义出发 这些都很好 因为效益高 但是从人的角度来看就不好了 因为科学的管理只把人当作机器 是肉体的机器 这叫做异化 人不再作为人而存在 它只是一种工具 美国经济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特点 就是发明创造 在这方面它非常突出 专利质在美国发展的极好 起了很大的作用 众所周知的大发明家艾迪生 他一生的发明有多少 很难统计了 我们生活中的许多东西 都是艾迪生发明的 而他之所以能做出这么多发明 是因为美国存在 鼓励发明的良好机制 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现在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这得益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果 也得益于它内部的种种有利因素 比如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 冷战结束后 美国成为单强独大 开始在世界上为所欲为 人们经常说 权力若不受制约 就会变成有害的权力 这种情况不仅适用于国内政治 也适用于国际事务 并且由于在国际事务中 不存在公认的权威 所以不受制约的权力 就会更加有害 二战后 美国不断动用武力 而且总是欺负弱小国家 特别是苏联解体以后 它的行动更加无所忌讳 这是不再有制衡力量的结果 但动用武力并不能证明美国强大 相反 说明它不自信 似乎只有动用武力 才能显示它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 但一个依靠武力 才能表现出自己强大的国家 却已经暗示了它自己的虚弱 美国已经越过它极盛的顶峰 以后的历史会证明这一点的 美国就讲这么多 应该差不多了 静雅思听全新推出作者系列光盘 明家慧翠 翩翩精品 第一季三张光盘 现已上线京东商城 这里有萨苏给你讲故事 有安顿陪你聊情感 有王开领和你谈思辨 与明家对话 和智慧同行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西方那一块土 十五 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 国家战争和社会 一 作者钱成淡 朗读者月泽 第十五讲 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 国家战争和社会 今天是最后一次课了 一个学期过得真快 其实我很愿意继续讲 再给大家讲一个学期 或者两个学期 西方文化也还有很多内容可以说的 但我们的课却只有一个学期时间 所以我们只能承认 这是最后一次课了 但这次课 还是有很多内容 要向大家介绍 从时间上说 我们集中在 十九二十世纪 从十九世纪初开始 欧洲政治版图 一直在变化 1815年 拿破仑战争结束的时候 欧洲的格局 如地图十九所示 最西边 是英国 英国隔海是法国 法国南面 是西班牙和葡萄牙 北面是尼德兰 及今天的荷兰 比利时 卢森堡 从尼德兰向北 是丹麦 瑞典 挪威 可是 挪威和瑞典 在那个时候 同属于一个国家 法国东面 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德国 在当时 它还不统一 因此作为国家 它其实不存在 存在的 只是一批诸侯国 意大利的情况 也差不多 在那个时候 它还有待于 政治上的统一 德意志东南 有一个巨大的政治板块 那是奥地利帝国 其中包括现在的 许多国家 比如捷克 斯洛伐克 匈牙利等 其政治中心 是今天的奥地利 奥地利南面 是另一个巨大的板块 即土耳其 奥斯曼帝国 它的版图 主要在欧洲以外 欧洲属地 只是其中一个 很小的部分 包括后来的 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 南斯拉夫等 德澳的东面 是巨大无比的 俄罗斯帝国 它控制着 几乎整个的东欧 当然 还有小半个亚洲 因此 在拿破仑战争 刚刚结束时 欧洲没有几个 用今天的标准 可以称之为 民族国家的地方 只有法西普 可以算得上 可能再加上一个丹麦 英国的情况比较特殊 因为英国是由四个部分 组成的 英格兰 威尔士 苏格兰 爱尔兰 英格兰很早就形成为 民族国家 但它统治着威尔士 苏格兰在后来加进来 共同组成联合王国 爱尔兰在最后被吞并进来 联合王国就包含四个部分了 从本质上说 联合王国很难称得上 是一个民族的国家 但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合作 为大不列颠提供了基础 并且 英帝国的存在 又是联合王国作为母国 而具有特殊的身份 但四个部分 始终保持着各自的特色 一直存在着隐隐约约的 民族认同性问题 时至今日 四个部分的民族认同问题 已经变得相当严重了 无论是苏格兰还是威尔士 更不用说爱尔兰 民族情绪都很高涨 现在联合王国是否还能联下去 哪一天不联了 变成分离王国 那也很难说 United Kingdom 变成Divided Kingdoms 所以 在拿破仑战争结束时 欧洲多数地区都不存在民族国家 俄罗斯是庞大的帝国 在这个帝国内居住着 一百多个不同的民族 德意志是完全分裂的 这个民族还没有统一 意大利是一个分裂的地区 不仅有许多世俗政权 还有一个教皇国 奥地利是一个庞大的政治体 它内部机制不统一 相反 却保留着很多中世纪流传下来的地方独特性 奇怪的是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自己的行政和司法系统 用自己的方法进行管理 他们只在共同拥戴哈布斯堡统治家族为君主这一点上 与其他地区共同组成一个国家 但这个国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而只是在一个家族统治下 有许多家族领地组合起来的政治实体 奥地利还有一个奇怪的特征 就是它一半属于德意志 另一半却置身于德意志之外 这就使它更难成为民族国家了 它既不能成为德意志人的国家 又不能摆脱德意志的因素 因为不仅德意志人数量众多 哈布斯堡统治家族本身也是德意志属性 奥斯曼帝国是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经济中心 它统治的地域只有一小部分在欧洲 而在欧洲的这部分也包括很多民族 比如南斯拉夫人 保加利亚人 希腊人等等 这也是一个民族成分复杂的政治实体 不可能成为民族国家 这就是我们在1815年看到的欧洲 民族国家尚未成为主流 但19世纪却是欧洲民族国家大为发展的时期 在民族主义潮流的强烈推动下 欧洲各民族纷纷要求建立自己的国家 而民族国家也就相继出现了 什么是民族主义 我记得曾向大家介绍过 民族主义理论非常简单 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 就是这样的要求和愿望 没有特别复杂的理论 在19世纪 追赶先进国家的冲动 使民族主义迅速蔓延 人们认为 如果不组建本民族自己的国家 就永远被统治民族边缘化 永远赶不上先进国家的发展 例如英国和法国 所以 很多人认为 建立民族国家是国家发展的第一步 也是最基本的前提 这种想法 受到拿破仑战争的冲击 变得更加强烈了 因为人们看到 法兰西在组成民族之后 爆发出何等巨大的力量 所以 拿破仑战争爆发后 民族主义就在整个欧洲蔓延开来 其中一个重要的地区 是德意志 德意志各诸侯领地上的人们 突然意识到 他们都属于同一个民族 应该组合成同一个国家 过去 人们只会认为 自己是巴伐利亚人 汉诺威人 普鲁士人 萨克森人等等 现在 他们意识到 大家都是德意志人 这样 一个德意志的民族主义 就突然爆发了 其结果是 德意志人要求统一 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 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 终于出现了 那就是德意志帝国 又称为德意志第二帝国 静雅斯听 智慧声音 再看意大利 十九世纪中叶 居住在亚平宁半岛上的 萨丁人 伦巴蒂人 威尼斯人 托斯卡纳人 西西里人等 都开始认为 自己属于同一个民族 应该组建一个国家 这种民族认同意识 最终使统一的意大利出现了 那就是意大利王国 无论是德意志还是意大利 都采用自上而下的 王朝战争方式实行统一 这样 民族问题和战争问题 就联系起来了 实际上 十九世纪的许许多多冲突中 民族问题特别突出 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比如说 德意志统一是一个民族问题 意大利统一也是一个民族问题 德意志的统一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得以完成 第一次是丹麦战争 第二次是普澳战争 第三次是普法战争 都采用了对外战争的形式 意大利的统一也经历过好几次战争 既包括内战 也包括外战 但因为意大利这个国家比较弱小 所以经常需要借助外国的力量 来打击其他外国的力量 伺机收回被占领的土地 因此 他先利用法国的力量打击奥地利 再利用普鲁士的力量打击奥地利 最后 利用普法战争中法国战败的机会 最终收回了全部国土 除了这些外战之外 意大利的统一过程也发生过内战 比如收复西西里 奥地利帝国内部矛盾重重 尤其是民族矛盾非常尖锐 德意志民族和非德意志民族之间的对立相当严重 而非德意志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是相当尖锐 因此 奥地利帝国是一个内部非常不稳定的政治体 奥斯曼帝国面对着东南欧各民族要求独立的局面 其中包括希腊人的独立运动 南斯拉夫人的独立运动等等 大家知道 奥地利和奥斯曼内部的民族冲突 最终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在刚刚被奥地利接收的波斯尼亚 一个塞尔维亚青年在萨拉热窝刺杀了奥地利王储 这个事件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起因 无论是奥地利帝国还是奥斯曼帝国 其内部的民族冲突都造成欧洲巨大的不稳定 而民族冲突最终导致欧洲大战 除此之外 还需要注意到另外一个情况 就是西方列强对世界的争夺 这也是战争的根源 19世纪70年代开始 西方列强加强抢夺殖民地 对世界的瓜分进入白热化阶段 到20世纪初 整个地球已经被瓜分光了 只有少数几个地方还没有成为西方的殖民地 其中包括中国 可是 这些在表面上还维持独立的地方 并不是因为他们强大 而是因为参加争夺的列强太多 才没有被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所单独吞并 这样就形成了看起来独立 其实已经丧失主权的情况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半殖民地 抢夺殖民地使西方国家相互的关系非常紧张 冲突不断 于是 这也就成为一种民族矛盾 是抢夺殖民地的国家之间的民族利益冲突 因此 一个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因素 加一个欧洲民族矛盾的因素 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 就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所以我们说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 是民族冲突的结果 民族冲突 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变得异常激烈 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争夺 也是一种民族利益冲突 关于这一点 我想很多书上并没有提起过 在每一篇内容的选择上 我们始终精益求精 不贪图数量的多少 不迎合世俗的趣味 坚持只把最有价值 最值得阅读的内容提供给您 不浪费您的时间 不利用人性的弱点牟利 做您一生的朋友 而不是一时的玩伴 这是我们的信仰 静雅自听 让智慧也动听 西方那一块土 十五 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 国家战争和社会 二 作者前程淡 朗读者月泽 一战结束后 只过了二十年时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爆发了 二战和一战有一些不同 但是一战所遗留下来的问题 对二战爆发有直接的影响 遗留的是什么问题 是德国问题 我曾经提到过 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 欧洲一个主要问题 叫德国问题 就是德意志这样一个广大的地域里 生存着一大批德意志人 这些人 是否应该组建成一个统一的国家 一旦这个国家出现 其他国家该怎么办 这就是德国问题 一战是以德国的战败而告终的 战胜国及协约国 主要是英法 战后非常害怕德国会再次崛起 于是在巴黎和会上 制定出一个非常清楚的目标 让德国永远爬不起来 这就是凡尔赛条约的基本出发点 为此首先分割了莱茵河西岸 接着规定德国飞舞装化 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招 是制定大笔战争赔款 大到把整个德国卖了 也还不起这笔钱 协约国希望通过这些做法 让德国永远趴在地上 用他们的话说 永远不能再侵略其他国家 其实如我们前面所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战争责任的问题 直到现在也说不清楚 但那些严厉的措施 反而把德国最极端的民族主义 刺激出来了 并且加进了种族主义 赔款问题 对绝大多数德国人 造成巨大的伤害 不仅普通民众 连中产阶级都陷入贫困 在很长时间中 挣扎在严重的经济危机中 德国人的生活非常艰苦 这就为希特勒夺权 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希特勒以复仇为号召 将德国的民族主义 刺激到极点 纳粹成了德国人的选择 新的战争策源地 也就形成了 纳粹主义有一个理论基础 即种族主义 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 有一定联系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 本来是自然科学的理论 用于解释物种的形成与演变 严复把它归结为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 当然 严复是演绎了贺须离的说法 十九世纪下半夜 有人把达尔文的理论 用于人类社会 生物进化论就变成了 社会达尔文主义 如果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也适用于人类社会 那么他的必然推论是 社会和自然界一样 适者生存 不适者被淘汰 由此再推论 就得出 凡是不能生存 或者被消灭的人群 都是落后的人群 这样一种结论 所以 被消灭是应该的 是符合科学规律的 按照这个思路往下推 就有人说 既然那些人落后 不能适应生存环境 那为什么 不去有意识地 把它们消灭 为什么不主动淘汰它们 让优秀的人群 得到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这样 种族主义就出来了 人种优越论就出来了 按照种族主义理论 越是在生物进化的链条上 最后出现 其人种基因就越优越 因此白人是先进的 黑人最落后 其他肤色的人都可以被消灭 最后只留下白色 而白种人内部也有更先进和不那么先进的区别 日耳曼人是最纯净的白色人种 所以最先进 应该由它们来征服世界 从生物进化论出发 推导出日耳曼人征服世界的合理性 这就是纳粹的理论 我们不是说社会达尔文主义 一定会被推演成那种极端的纳粹理论 可是极端种族主义理论 确实标榜它的科学性 为自身寻找科学依据 用科学去包装奇谈怪论 以博取人们的信任 这种做法已经屡见不鲜了 纳粹就是这样 问题是 人们对科学二字近乎盲从 只要听到科学就相信 对科学的盲目崇拜 遮蔽了他们的眼睛 这是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除了出现德意日这些法西斯国家之外 还有其他原因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这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 这两个社会制度的对峙 一战尚未结束时 俄罗斯帝国就解体了 原来的沙皇俄国 变成了社会主义的苏联 这使得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战后 国际关系中加进了一个新的因素 就是两种社会制度和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 在这种对立中 形成了英法和苏联之间的互相不信任 从而给纳粹德国一个可乘之机 所谓的绥靖政策就是这么来的 纳粹德国利用这个机会迅速壮大 等英法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 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了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的深刻教训 我们应该认识到 姑息养奸是很可怕的 最后必定伤害自己 二战的教训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想一想最近几年世界上发生的事 会让人感到不寒而栗 从刚才的介绍可以看到 两次世界大战有不同的原因 但有些原因是共同的 就是民族问题 尤其是德国问题 这是一个共同问题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尤其是苏德战争爆发后 战争就改变了性质 从一场不同民族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 转变成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战争 最后又转变成全世界人民 共同战胜法西斯的战争 战争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这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的 它成了世界人民反侵略 争取解放的战争 战后 全世界共同制定了一项基本原则 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 以任何理由对其他国家进行侵略 国家主权独立 是国际关系中的一项基本准则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项重要成果 也是战争留下的一个教训 我们看一看今天的世界 这个原则好像要被人们淡忘了 如果当真如此 那是很悲哀的 战后出现了两种意识形态和两个社会制度之间的对抗 为理解这个问题就要回到英国工业革命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革命中出现引人注目的现象 就是劳动人民的苦难 这个问题在以前曾向大家介绍过 而且是相当强调的 英国在这个方面走了弯路 犯了错误 表现的特别明显 原因是英国接受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 最彻底的执行了自由放任的政策 由于国家不干预经济领域 造成了劳动者 也就是社会财富的真正缔造者 在工业革命过程中蒙受最大的伤害 形成广泛的社会灾难 这种情况后来在其他国家中也曾经多多少少的出现 比如法国美国以及欧洲其他较早进入工业化的国家 德国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比斯迈时期就有意识的不让社会矛盾变得过于尖锐 他曾经采取一些措施 包括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保障体系 给劳动者一定的生存保障 但是在其他国家 劳动者的苦难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化 阶级对抗和阶级冲突愈演愈烈 社会也相应的发生动荡 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潮 一种追求 一种新的理想和社会制度出现了 我想如果不是资本主义在早期工业化阶段犯下如此巨大的错误 社会主义不会像后来那样形成强大的力量 马克思之前 社会主义思潮已经在欧洲很多国家出现并传播 书上把这些思潮叫做空想社会主义 空想社会主义有三个代表人物 英国的罗伯特欧文 法国的圣西门和弗利叶 在马克思之前 社会主义思潮还有其他代表人物 在法国比较集中 我们知道法国人是理想主义的 喜欢制定种种目标 为自己设计未来的蓝图 因此 社会主义理论在法国就发展的比较充分 其代表人物也多 比如布朗基 普鲁东等 多少都带有社会主义的倾向 各种各样如此大量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存在 给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 并最终成为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 提供了土壤 所以 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 而是有它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渊源的 马克思讨论工业社会中的贫穷问题 讨论它如何产生 而社会公正如何实现 或者 用简单的话来说 就是如何解决劳动者在工业化过程中受苦受难的问题 我不知道同学们上了那么多政治课 究竟对马克思主义了解了多少 马克思理论的核心 就是要为劳动者伸张正义 为此 他提出了剩余价值论 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说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 有别于之前的空想社会主义 大家知道 他科学在哪里吗 就在于 马克思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 马克思说 他知道劳动者为什么经历巨大的苦难 原因是他们受到了剥削 这句话以前也有其他人说过 但马克思说 他找到了剥削的秘密 那就是剩余价值 他说 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 劳动力变成了商品 按照商品的价值规律 就是商品的价值由生产这种产品所支付的成本而决定 劳动力的价值低于它能够创造出来的价值 比如我们喝水的这个杯子值多少钱 那是由生产这个杯子支付了多少成本决定的 成本决定价值 劳动力也是这样 劳动力的价值也由生产它的成本来决定 但劳动力的成本是什么 劳动力的成本就是养活劳动者自己 以及他的家庭所需要的资金投入 换句话说 就是付多少工资可以让劳动者生存 并且为资本家工作 此外 还要加上劳动者的再生产 就是养活小劳动者 否则 大劳动者死了 就没有劳动力了 所以还要加上维持他家庭的生存所需要的成本 这就是劳动力的价值 可是一旦劳动者投入劳动 他所创造的价值 就远远高于维持他的生命所需要的投入 劳动者除了生产出维持他自己 以及他的家庭的生存所需要的财富外 他还生产出更多的财富 于是在养活自己和他创造的财富之间 就有一个差 这个差就是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拿走了 资本家不劳动 不劳而获 这就是剥削 马克思用数学公式计算出剩余价值 他的理论因此成为科学的理论 剩余价值学说一定不错 因为人们所创造的价值一定高于维持其生存所需要的成本 自人类脱离原始社会以后 情况就是这样 可是为什么资本家可以拿走这个差价 而不是劳动者自己保留 这是关键所在 马克思说 原因在于资本家掌握了生产资料 劳动者只能去为资本家工作 否则他的劳动力就没有用 他也就没有饭吃了 那么为什么资本家能够掌握生产资料 原因在于私有制 因此马克思提出 必须消灭私有制 才能使劳动者摆脱剥削 从无穷的苦难中解脱出来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 我刚才说过 马克思想解决在一个工业化社会中 为什么劳动者经受如此巨大苦难的问题 他的理论因此受到很多人的欢迎 只要这个社会仍旧维持不公正 只要这个社会中的劳动者经受巨大苦难 马克思的思想就会被人们接受 这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马克思主义得以迅速传播 并且广为宣传 有这么一些人 他们热爱文字 他们关注生活 他们是人间的普罗米修斯 他们写下一段段欢喜 惊奇 悲伤和感悟 或让我们与之共鸣 或是我们为之动容 静雅思听作者系列光盘 一人一世界 浓缩一个人的智慧精华 汇聚一个世界的美妙动听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西方那一块土 十五 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 国家战争和社会 三 作者 钱成淡 朗读者 月泽 马克思和他的战友恩格斯 还提出一项预言 资本主义被消灭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结论 马克思说 资本主义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 就表现出一个明显的矛盾 即工业生产的社会性和私人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不断发生冲突 这种冲突无法调和 工业生产有一个明显的特征 它是一种社会性生产 生产的过程与整个社会相关 需要有全盘的协调 但资本主义私有制 又造成企业是在无政府状态之中进行生产的 它们之间相互竞争 没有沟通 商场如同战场 所以整个社会生产是无序的乱糟糟一团 这就和大工业生产的社会属性完全相悖了 结果就造成定期的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 使社会生产力遭受巨大破坏 马克思预言 这种混乱的生产状态是一定要被消灭的 而消灭的手段就是推翻资本主义 废除私有制 由于苦难深重的工产工人最痛恨私有制 痛恨资本主义剥削 所以推翻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就落到他们身上了 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会取而代之 那就是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说 资本主义只有在大工业生产发展到最充分的阶段时才会消亡 因此 推翻资本主义的任务 只能在工业生产力高度发展后 在全世界同时完成 马克思的理论后来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 但是 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却一直到马克思恩格斯去世时都没有出现 到20世纪初 人们看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真的出现了 这个国家恰恰不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力最发达的地方出现的 相反 他出现在资本主义发展程度最低的地方 沙皇俄国 并且 马克思说 推翻资本主义的任务应该是在全世界同时完成的 而俄国十月革命却是在一个国家内部单独进行的 在马克思眼中 社会主义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新的社会发展阶段 但是 在俄国 资本主义尚未得到充分发展 这是怎么回事 事实上 迄今为止 从十月革命一直到现在 都还没有出现马克思所预言的那种社会主义 到今天为止 我们看到的社会主义 都出现在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高的地方 甚至是资本主义不发展的地方 为什么 这个问题大家好像没有想过 有一个理论在支持这个现象 那就是列宁主义 列宁说 社会主义首先发生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环节上 因此在欧洲 俄国首先发动社会主义革命 因为俄国是资本主义最薄弱的环节 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 应该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 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生成 那是一种更高的社会形态 用以取代资本主义 但直到现在 像英国 法国 美国 这样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出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欧美其他国家也没有出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而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 可是在一些相当落后的国家 社会主义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它不是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的一种超越或者取代 而只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种替代 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完成现代化 苏联是第一个用这种方式实行现代化的 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给大家一些数字 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始于1926年到1940年 也就是14年中 苏联完成了两个半五年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 从1928年到1932年 提前一年完成 第二个五年计划 从1933年到1937年 又提前一年完成 1938年开始第三个五年计划 但完成了一半 苏德战争就爆发了 第一个五年计划中 平均每年增长率是19.2% 第二个五年计划中 平均每年增长率是17% 到1940年 就是战争爆发前一年 苏联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 其国民生产总量 仅次于美国 经济产值在世界总量中的比例 从4%跃升到19% 这一系列数字都表明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速度 是惊人的 但这种成就是怎么取得的 这就回到刚才说的问题上 现实中的社会主义 是落后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 追赶先进国家的一种方式 这种方式最大的特点是计划经济 而计划经济的本质 是国家全面介入 直接运作生产活动 静雅思听 好声音不寂寞 为理解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回到英国工业化时期去 英国用自由主义的方式实行工业化 国家执行自由放任的政策 完全脱离经济领域 不干预经济活动 市场规律自行运作 亚当斯密认为 这是最好的经济发展模式 英国用这种方式取得很大的成就 所以很多国家就跟着走 早期工业化国家都是这样的 但是在更多的国家实行工业化的时候 发现自由放任的方式并不适合 于是在德国出现了一种新的理论 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 根据这种理论 国家又一次进入经济领域 推动和指导工业化 把工业化作为自己的目标和任务 而德国也由此取得巨大的成功 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 一跃成为先进的工业国 到19世纪末 赶超了英法 成为当时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 德国模式的特点就是国家重新进入经济领域 在英国那里 国家是完全不管 到德国这里 国家又开始管了 当然 它只起推动和指导的作用 但如果再往这个方向走 变成国家什么都管 并直接运作生产活动 就成为苏联模式了 也就是所谓的计划经济 在计划经济模式下 国家就好像是一个大集团公司 国内各企业机构 集体农庄 都是公司的下属部门 政府是公司总部 下达生产指标 由各下属部门共同执行 这就是计划经济 这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 国家动用行政的力量 将全国所有的人力 财力 物力 一切资源都调动起来 集中使用 在相当短的时间里 就能够取得非常显著的成就 苏联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我们不能忘记 在苏联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的同时 西方正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大危机 这使得许多人认为社会主义成功了 资本主义失败了 而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德国 成为二战中盟国最终取得胜利的中流砥柱 更显示苏联模式的巨大优势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 被很多发展中国家所采纳 苏联模式当然也有问题 问题出在计划越严格 束缚性越强 在经济发展早期的粗放阶段 全国统一的计划指令很有效 但等到经济越发展 结构越来越复杂时 计划的可靠性就越来越有问题 同时因为指令性生产的束缚 各具体生产单位日益丧失生产主动性 动力不足 被动执行上级指标 因此越到后来 劳动生产力越低下 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和平竞赛的过程中 渐渐趋于劣势 苏联的问题出在国家最高领导人 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制度 也是需要完善的 需要与时俱进 苏联一直没能主动调整制度中的不合理因素 适应不断出现的变化 结果整个制度越来越僵化 这是个很沉重的历史教训 相比之下 资本主义在二十世纪却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很有讽刺意义 也很值得注意 其实资本主义一直在变 而且变得非常厉害 最早的资本主义是重商主义 葡萄牙和西班牙就是重商主义大国 荷兰也是重商主义国家 英国和法国起初也是重商主义国家 后来发展成自由资本主义 美国是按照英国的方式发展的 也成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典型 德国和日本修改了英法美的模式 形成在国家指导下的工业发展模式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在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的打击下 美国放弃自由主义的经济路线 使资本主义再一次发生变化 当时由于华尔街股市崩溃 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欧美各国一片萧条 而美国受到的打击最大 为了摆脱危机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实行了新政 新政的本质就是重新启用政府的力量 以行政手段刺激就业 从而恢复经济的活力 这种做法背后有一种理论之导 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是英国经济学家 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 就提出一套理论 其核心内容是 用国家的力量来创造就业 提升购买力 从而推动市场需求 促进经济增长 这个理论正好和亚当斯密背道而驰 亚当斯密说 看不见的手是最好的手 所谓看不见的手就是经济规律 他相信政府绝对不可以干预经济活动 要完全让经济规律起作用 凯恩斯则从解决失业问题出发 提出让政府创造就业 也就是通过政府工程 政府项目等人为的制造就业 由此制造需求 拉动经济发展 罗斯福的新政 就是这么干的 当时 政府把没有工作的人组织起来 去敲石头铺路 把人送进森林 去做护林队 组织田纳西河水利枢纽工程等 因此 政府正式介入经济活动 也就摆脱了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路线 很多欧洲国家也采用类似的办法 包括英国在内 而英国原本是自由放任的大本营 于是 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 资本主义死而复生 经济危机也被克服了 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出现了 就是所谓的混合经济 可见 资本主义一直在变 在几百年中已经变过好几次 沿着凯恩斯的方向 二战后 西方发生了更大的变化 福利社会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 因为你 我爱上了在路上的阅读时光 因为你 我爱上了在睡前的聆听时刻 你 让阅读变得简单 你 让聆听变得美好 你 让世界变得精彩 世界因你而美好 精致阅读 敬仰思听 让智慧也不听 西方那一块土 十五 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 国家 战争和社会 四 作者 前承担 朗读者 越泽 福利社会的理念是 社会和国家 要对每一个人的基本生存负责 也就是对社会上所有人 承担起能过上基本生活的责任 英国自近代以来就标榜自由 不过那个自由是个人的身份自由 现在福利社会也被解释为一种自由 在英文中叫free from want 就是从匮乏中解脱出来 摆脱了贫穷之苦 人就自由了 所以 freedom 其实是从某种束缚中解脱出来的意思 并没有中国人所理解的 爱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含义 不过 这样就把西方社会中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改变了 从亚当斯密开始 人们认为贫穷是个人原因造成的 在自由的氛围中 每一个人都自由地选择他自己的生活方式 如果他选择懒惰或者放荡 那么贫穷就是他应有的下场 亚当斯密的自由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的自由 福利社会的理念却认为贫穷的基本原因 是社会放弃了他应该承担的责任 因此贫穷是一种社会现象 也是社会后果 现在社会应该重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让每一个人都能得到最基本的生存条件 自由在这里已经发生变化了 它从个人的自由向集体的自由变化 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就有人提出 要想让每一个人都自由 就要让所有的人都自由 所以个人自由的前提是一切人的自由 福利社会就是沿着这个思路去阐释它的合理性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基本观念的转变 个人主义正在向集体主义靠拢 另外一个观念也跟着发生变化 自古以来人们看见可怜的人 比如有人没有饭吃 那么好心人就会去救济他 给他一碗饭或者一两块钱 那是一种慈悲心 是恩赐 或者叫慈善行为 但福利思想改变了这种观念 福利社会认为 让每一个人都生存绝不是一种恩赐 也不是慈悲 生存是一种权利 是人的生存权 保证每一个人的基本生存 是一种社会道德 也是社会的责任 所以社会要对每一个人的生存负责 而国家作为社会的管理人 就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 这样就在同样深刻的层面上 改变了亚当斯密的学说 我们还记得亚当斯密一再说 国家是不应该进行干预的 而在这种变化中 我们隐隐约约的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影子 现在我们知道 二十世纪的西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人们的思想观念变化了 社会现象也跟着发生变化 福利社会是对资本主义在之前几百年犯下的错误造成的恶果进行的反思 并且纠正这些错误 今天我们中国人应该对资本主义的这种变化有深刻的理解 否则我们也会犯同样的错误 遗憾的是 许多中国人 包括一些学者 都不知道这段历史 他们把已经被历史否定的东西拿出来张扬 而且拿已经被西方人自己抛弃的成就理论做依据 这让人感到啼笑皆非 西方资本主义一直在发生变化 现在的资本主义和几百年前的资本主义很不一样了 我们不可以把几百年前的资本主义拿来做中国的榜样 相反 它的错误倒是很值得我们警惕的 福利社会首先要解决贫穷问题 在这里失业问题是关键 因为失业造成一大批人的贫穷 这就要求创造一个社会保障体系 保证较高的就业率 并且一旦劳动者失业也可以得到救助 接下来要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 首先是生病的问题 于是就要去建立一个完整的医疗保障体系 不让疾病成为贫穷的又一个成因 再接下来年纪大了 要给他养老的手段 于是就要有养老金制度 还有退休制度 要去编制养老体系 此外还有学童问题 上学问题 孕妇问题 幼儿问题等 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就形成一个福利社会 每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都不必担心自己衣食无浊 负责建立这个完整体系的当然是政府 因为那是政府的职责 所以到二十世纪 西方国家的政府已经无所不在了 现在有些中国人以为 西方政府是不管事的 是放任自留 那真是大错特错了 现在的西方政府什么都管 如果管得不好 还要遭人骂 静雅思听 智慧声音 通过统计数据去考察 会发现西方国家的贫富差距现在仍然很大 甚至不亚于工业革命时期 所以在前不久 美国就发生了占领华尔街运动 提出了1%和99%这样的概念 最穷的人和最富的人之间的差距大极了 但这种贫富差距经常是被淡化的 往往不易察觉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一个富人太有钱 没处花 就去买古董自画 买十幅毕加索的原作 得花上几亿几十亿 当然他有的是钱 买了以后 他不敢挂在墙上 怕人抢 所以就藏起来 不让人发现 这又要花一大笔钱 一个穷人呢 没有多少钱 但他不必为生老病死而担心了 所以就去买一幅毕加索的印刷品 挂在墙上 觉得很好 所以今天的贫富差距虽然巨大 但不再是造成严重社会冲突的基本因素 福利制度化解了社会不安 原因就在这里 这是福利社会的好处 当然 福利社会也有毛病 它给公共开支造成巨大的负担 政府依赖赤字财政 在有些地方 问题变得相当严重 比如希腊的债务危机 与太高的社会福利开支有关 英国 法国 也都面对着巨大的福利开支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国病 就与高福利开支有关 可是 政府却不敢削减福利开支 因为老百姓不接受 没有哪一个政治家 敢冒着失去选票的风险 去削减福利开支 而这是由民主制度造成的 在西方 民主制度是在漫长的历史变化过程中 发展出来的 欧洲国家一般都经历过专制主义时期 在专制王权的领导下 形成了早期的民族国家 后来 这些国家相继克服专制统治 在英国发生了革命和光荣革命 在法国爆发了大革命 以及大革命之后的多次革命 在其他国家也出现种种变异 变更的方法可能不同 克服专制统治后 并不是立即就进入民主时期 相反 往往会出现一个精英寡头制度 例如贵族制 军人统治 财阀统治等等 而这些制度 恰恰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存在 英国 法国 都是这样 美国也不例外 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 民主运动开始起步 英国最早 出现在18世纪下半叶 但经过一百多年时间 到1832年 民主化才迈出第一步 第一次议会改革成功了 又经过差不多一百年 一个完整的民主制度 才最终建立起来 人们一般说 那是在1928年 当时 所有的妇女都得到了选举权 所以 民主化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英国最大的特点 就是这个过程的和平渐进性质 法国采用了暴力的方式 1789年 法国发生大革命 目的是推翻专制统治 在大革命中 民主的理想已经被提出来了 最典型的 体现在卢梭的学说中 但大革命不能完成民主化任务 因为革命依靠暴力 而暴力就是强制 与民主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 在接下来的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时间中 法国不断发动战争 一方面试图彻底打倒专制制度 一方面又想建立民主制 到1870年 共和制度确立下来了 但民主的理想仍然没有实现 相反 却出现了精英的统治 就是寡头制 以后又经过半个多世纪 到20世纪中叶 法国才完成了民主制度的构建 所以那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们以英法这两个国家为例 可以看出民主制度的建立 其实是相当艰苦的 而且需要很长时间 德国和意大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打败 然后接受了民主化改造 因此他们建立民主制度 就更加曲折 更加艰难 敬雅斯汀 悦尔系列光盘之 人生上半场 如果将生命的长度定为70年上下 30岁前无疑属于人生的上半场 上半场的人生态度 决定了下半场的人生走向 青春到底有多少种可能 我们应该怎样活 听人生上半场 给你答案 静雅斯汀 静雅斯汀 让智慧也动听 西方那一块土 十五 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 国家 战争和社会 五 作者 前程淡 朗读者 岳泽 在政治制度变化的同时 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阶级变化了 在十九世纪的时候 什么是阶级 一边是大富贤贤 穿礼服 戴礼帽的老板 工厂主 银行家 生活无忧 他们是资产阶级 另一边是食不果腹 衣不遮体的工人 他们有流不尽的心酸泪 无穷的苦难 这两种人在社会上清清楚楚 属于两个阶级 但福利制度建立后 不是这样了 你们看 无产阶级在哪里 好像看不到 每个人都有一点财产 工产工人是不是无产阶级 好像不大像 他们已经不是十九世纪的工人了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我们今天看到的产业工人 已经不是一百年前的工人了 一百年前的产业工人手里握着钢签 站在熊熊燃烧的炼钢炉旁 猛的一下把炉门捅开 钢水就哗哗的流出来 今天的工人 坐在电脑操作室里 电扭一按 钢水就流出来了 那么坐在操作室里使用电脑的炼钢工人 和坐在谷歌大楼里 也用电脑操作的白领职员之间 有多大差别呢 再有 在一百年前 靠工资生活的人是工人 但今天的教授也靠工资生活 医生也拿工资 他们都是雇员 所以就有教师工会 医生工会 他们和工人的区别在哪里 有人说 体力劳动是标志 可是 越来越多的工人 不从事体力劳动了 他们只需要操作电脑 那么 受人雇佣 是不是判断的标准 我们看 有一种人是不拿工资的 他们不受别人雇佣 他们在伦敦或巴黎街头 摆小摊 卖一些可能是从中国进口的小商品 劣质的玩具 便宜的装饰品 他们是商贩 那么 这些人是工人还是资本家 他们的收入可能很低 比一般的工人还要低 相反 银行高管 CEO 年薪可以是百万美元 百万英镑 但他们拿工资受雇于人 在这一点上 和工人的情况一样 这些人是谁 于是 阶级问题就出现了 变得很复杂 不像19世纪那么简单 现在 在很多西方国家 在最底层干体力劳动的 有可能是从印度或巴基斯坦 加勒比或非洲迁徙过去的移民 也可能是在苏联解体 东欧巨变以后 跑进去的新移民 这些人处在社会的最底层 他们把阶级问题和种族问题 搅在一起了 就好像在美国 直到今天 处在社会最底层的 仍然是黑人 战后 还有一个重要话题 是欧洲联合 欧盟的问题 欧洲一体化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 发展到现在 一体化声称一个理念 就是超越民族国家 欧洲人说 欧洲一体化最终将超越民族国家 把历史推向一个新时代 由于这个过程在欧洲首先发生 因此 欧洲 也就是西方 再次领先世界 指引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未来 我们都知道 民族国家这种新的国家形态 是五六百年以前 首先在西欧出现的 由于民族国家的出现 西欧能追赶 并超越其他地区 并最终控制全世界 因此 没有民族国家 就没有西方的崛起 但是 现在欧洲人却说 民族国家过时了 世界要走到后民族国家时代 这是怎么回事 当世界上其他地方没有民族国家时 他们都遭受西方列强的欺负和侵略 从十九世纪下半夜开始 越来越多的地方意识到民族国家的重要性 为此付出了不懈的努力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民族国家已经遍布全世界了 而恰恰在这个时候 西方人却说 民族国家过时了 这不仅让人生疑 我们知道 二战结束后 第三世界纷纷崛起 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西方支配世界的时代 一去不复返了 而恰恰在这个时候 欧洲人说 民族国家过时了 我们看 欧洲人自己是不是抛弃了民族国家 显然没有 至少在今后很长时间中也不会 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说明 欧盟内部的国家意识其实很强 比如说利比亚战乱后 很多难民跑到意大利 想从意大利再进入其他国家 但受到其他国家的阻拦 大家都想把利比亚难民堵在意大利 这样他们自己就不受影响 再比如希腊债务危机 大家都不愿意慷慨解囊 因为帮助希腊是帮助一个外国 所以如果要帮助 就需要制定异常严格的条件 保证他能偿还 希腊自己则为要不要接受这些条件争论不休 反对接受的理由之一 就使这些条件干扰了希腊主权 可见在欧盟内部 民族国家事实上没有被超越 至于美国 美国并不想让欧洲真的联合成一个超国家 因为这样一个超国家的出现 会严重挑战美国的地位 而美国自己也绝对不会走抛弃国家的道路 相反 他在不断加强自己的国家 美国人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 其实是很强的 比今天很多中国人都更强 美国一直把自己的国家利益置于整个世界之上 最近几年的事态 让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出了这一点 静雅思听 智慧声音 我们还有最后一个话题 现代文明的悖论 我这里只是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思考 西方文明发展到今天 现代文明的许多悖论已经显现了 而且越来越严重 现代文明中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 但也有很多要引起我们的警惕 有许多问题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 需要我们去回答 首先 经济是可以无限发展的吗 如果全世界GDP再增长五倍或十倍 地球能够承受吗 有没有那么多资源让你发展 现在已经有人说 中国其实永远达不到美国那样的人均GDP水平 因为如果达到了世界的资源就耗尽了 因此 经济可以无限发展吗 其次 科学从西方开始 但科学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 科学已经把飞船送上太空 把人类送上月亮 下潜深水一万米 还有电脑 互联网 诸如此类的创造发明 这些都是科学的伟大成就造福于人类 可是 同样是科学 它也给人类带来许多危害 塑化剂是科学 它是瓶子中的液体纯净好看 可是 它带毒 添加在饮料中可以损害健康 转基因也是科学 转基因食品 就是用生物工程的方法生产的 但转基因的后果直到现在仍旧争执不休 也许 要到几十年以后才会有结论 现在的蔬菜水果都能保存很长时间 从今年秋天一直保存到明年夏天 可是 这些东西的问题越来越大 其中的化学物质一定有副作用 以上这些还只是我们身边能体会到的 其他问题更大了 比如环境问题 生态问题 核安全问题 这些都和科学有关 是科学衍生出来的 时至今日 科学究竟是解决的问题多 还是制造的问题多 我们已经弄不清楚了 哪一天 如果克隆的人比真实的人还要多 那么你们这些不是克隆出来的人就糟糕了 克隆人发动一个对非克隆人的战争 你们就一定被消灭 再次物质丰富了 精神却贫乏了 有毒的食品或者饮料是怎么出现的 仅仅用精神贫乏这四个字就可以解释吗 你们看 现在全世界到处都出现食品安全问题 不仅中国 而且美国 不仅美国 而且德国 人的道德正在沦丧 为了赚钱 什么都可以做 人间的一切都商品化了 体育是商品 艺术是商品 教育是商品 医疗也成为商品 离开商品 地球就不转了 于是上帝也要变成商品 西方的经济是商品经济 西方的文明是商业文明 这种文明现在扩散到全世界 全世界也都要变成商品 商业文明 商业文明扩张到巅峰 它对人类究竟是好还是不好 很多问题都是由此而产生的 环境问题 资源问题 生态问题等 都与此有关 我们这个时代 问题重生 人口问题 贫穷问题 安全问题 发展问题 西方文明发展到今天 其实这些问题都还没有解决 并且有些问题 似乎更严重了 比如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这个问题前些时候好像被人忘记了 人们觉得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后 大家对战争已经厌倦了 但事实其实不是这样 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总是看见 有一些国家对其他国家动武 不断炫耀自己的武力 而这些国家 无一不是西方国家 被打击的 无一例外都是非西方国家 那么 究竟是因为西方国家 认为自己强大而无所顾忌 还是因为他们的文化中 一直有一种强加于人的冲动 最后一个问题 人类走过了五千多年 走到今天 我们走进了一个现代文明 可是 很多问题不得不使我们 去问这最后一个问题 现代文明将把人类带向何方 现代文明是从西方首先开始的 但人类将走向何方 如果阅读代表观察与思考 那么静雅思听 书生系列光盘 则是关于阅读的放逐 睁开眼 万户在眼前 闭上眼 世界在耳边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西方那一块土 后继 作者 前程淡 朗读者 月泽 本书根据我在北大讲课的现场录音 整理而成 尽管为了出版的需要 而对文字做过加工 也使其更加贴近书面语言 但课堂上的情景 还是在字里行间看得出来 口语式的表达仍然清晰可见 教师授课 需要用生动的表达方式 这是老师们都知道的 在把口语变成书面语言之后 也是越生动越好 书是写给读书人看的 读书的人当然喜欢生动的语言 我这门课讲述西方文明 授课对象是全校各专业本科生 北大要求全校学生都跨专业选修通选课 西方文化通论就是其中的一门通选课 我这门课不仅讲述和西方文明相关的知识 也提出分析和观察西方文明的方法 任何文明都有自己的长处 也都有自己的短处 西方文明并不例外 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有些西方人却把自己的文明 说成是完美无缺 而其他文明则一无是处 在他们眼里 西方文明从一开始就是对的 指引着正确的方向 其他文明则从一开始就错了 隐含着天生的劣根性 这种说法尽管荒唐 而且越来越不能拿出来登大雅之堂 但它却流传广泛 很容易让无知的人们信以为真 我在讲课中是要破除这种迷信的 西方文明的确有许多长处 值得他人学习 但也有不少短处 需被他人引以为戒 纵观书店中陈列的多数 关于西方文明的著述 要么只介绍基本知识 要么只说其长处而不说其短处 这就很容易造成误导 西方人只喜欢讲自己之长 而不喜欢讲自己之短 这应该是人之常情 大抵天底下的人都喜欢只说自己好 可是作为中国学者 大可不必像西方人那样只说他的好 我们观察西方文明的最大优势 就在于我们不在那山中 可以看得更清楚 过去五百年是西方占据世界优势的时代 西方文明的长处得到充分发挥 但他的短处也充分暴露了 最近几十年世界格局开始扭转 原先被欺压的其他文明正在缓慢 但异常坚实地回到近代以前 那种彼此不分高低的状态 而一旦世界上所有的文明都相互平等了 这个世界也就会平安得多 所以我们对西方文明的期待 如同对其他文明的期待一样 希望彼此互相学习 取长补短 为人类共同的福祉创造条件 如果全球化确实有某种积极的意义 就应该形成这种局面 西方文明来自于西方本土 而不来自于西方的上天 西方文明是土生土长的西方本土文明 有许多现象是它所特有的 并非所谓的普世价值 西方那一块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西方文明有它的源 也有它的流 我这门课试图把西方文明的源流讲清楚 同时也把我自己的评判穿插其中 在短短15次讲课中 要想完成这些任务 无疑是一件艰难的事 不过讲解西方文明 确实不能只介绍知识 需要有自己的思考 学生对这门课表现出巨大的热情 我对他们表示感谢 北京大学出版社将讲课转变成文字 我也对他们表示感谢 于铁虹编辑和范海波编辑 为出版此书付出艰辛劳动 他们是最需要接受我的谢意的 如果读者喜欢这本书 那是对所有人最大的安慰 如果将生命的长度定为七十年上下 三十岁前无疑属于人生的上半场 上半场的人生态度决定了下半场的人生走向 青春到底有多少种可能 我们应该怎样活 听人生上半场给你答案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